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22日星期四 农历7月19 我是小元 我是丁燃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 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基层夜话的话题 分别是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这里是江苏 心理漫谈 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理事长姓香 西层美丽说 发现无息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 舌尖上的西雅图 爱情麻辣烫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适合玩的西雅图以及西层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者HDFM98.9China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less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a3.ca.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四 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 这距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在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对中东的第19次甘选访问仅仅两天 距离美国总统拜登再次敦促加沙需要达成停火仅仅一天 分析人士指出 加沙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暗淡 中东战火有扩大的危险 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 很难指望中国会在这一轮加沙停火谈判中 发挥任何建设性的作用 巴勒斯坦方通讯社瓦法星期四说 以色列对加沙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发动了空袭 至少11人上升 以色列军方报告说 空袭击中了加沙城一个哈马斯军事场所附近的武器仓库 而对加沙中部的空袭打死了一些激进分子 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还说 他们针对黎巴嫩南部珍珠党武装组织使用的十多个场所 也进行了连夜的空袭 此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 通电话强调迫切需要达成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 并且讨论了即将举行的开落会议 以消除任何剩余障碍 双方通话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18日至20日刚刚结束对以色列 埃及和卡塔尔三国的访问 寻求停止加沙战争的停火协议 这是自去年10月7日加沙战争爆发以来 布林肯第九次访问中东地区 在星期二登上返回美国的航班之前 布林肯对记者说 时间紧迫 停火协议需要尽快达成协议 每过一天就会有更多坏事情发生在不该承受的好人身上 这必须在未来几天完成 我们即将尽可能一切地让他越过终点线 他此前警告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可能是最佳 也许是最后的停火机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访问了乌克兰东北部的苏美洲 自从乌军8月初发动秘密行动攻入俄罗斯霍尔斯克州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前往乌俄边界附近地点 泽连斯基会晤了乌军总司令亚利桑大斯尔斯基上将 然后宣布乌军又控制了托尔斯克州的一个定居点 并抓获了更多的俄军战俘 他希望用他们交换被掳走的乌克兰人 他称之为乌克兰的交换基金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俄罗斯领土第一次被外国攻占 然而基辅在扩斯克州取得的战果之际 乌军仍在乌敦的东尼斯克州继续丧失阵地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宣布 俄军已经控制了美祖夫春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星期四指责乌克兰试图袭击扩斯克核电站 这座核电站距离边境扩斯克的交战区域 大约只有50公里 但是普京没有就他的说法提供任何证据 也没有披露他所称的袭击事件的更多细节 在前往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夕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星期四8月22日在波兰表示 没有冲突能够在战场上得到解决 预计莫迪在本周访问基辅期间 将和乌克兰总理弗拉基尼尔·泽连斯基 就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分享彼此的看法 73岁的莫迪星期三启程前往欧洲 先访问了波兰 星期五8月23日将访问乌克兰 这是两国建交30年以来 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 莫迪也是45年来首次访问波兰的印度总理 波兰是乌克兰的坚定和忠诚的盟友 也是外国领导人前往战争中的乌克兰的关键通道 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政府 一直避免明确谴责俄罗斯 2022年2月对乌克兰的入侵 也不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严厉制裁 只是敦促双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有阵雨 降水概率70% 最低气温滑是59度 色时15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62% 最高气温滑是62度 色时17度 最低气温滑是55度 色时1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闽诞120周年之际 中国官方以文章 发行邮票和举办研讨会等方式 高调纪念邓小平 更复播纪念邓小平的电影 评论认为 这是官方向右转灯 但是向左打方向盘的政治信号 连日来中国党报党刊以及媒体高调纪念邓小平 新华社本周四报道 中国邮政定于8月22日发行 纪念邓小平同志邓诚成120周年的纪念邮票一套四枚 邮票图案名称为 勤工俭学 荣马岁月 科学春天 改革开放 同一天 电影邓小平 《小道》将与全中国复印 这是一部2021年发行的剧情片 展示了邓小平于1969年到1973年期间 到当局下放到江西省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 劳动改造的往事 星期四当天 各大新闻网站推出了怀念邓小平当年活动的视频语录 从恢复高考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命运 到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 以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 都归入到邓小平的功绩 对此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当年 今年是邓小平闽诞120周年 中共按照规定进行纪念是正常的 但是对邓小平进行十多年不见的空前的吹捧是不正常的 他说 对改革开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华国锋 胡耀邦和赵紫阳 他们改变了中国的航程 表现在政治路线 思想路线 外交路线和经济政策 高瑜认为 邓小平的功绩在毛泽东之后 改变毛泽东的外交路线 走上亲美亲西方的路线 支持了不论反正的中共改革开放路线 但正是他用非城市方式 搞掉华国锋 胡耀邦和赵紫阳 正是他用流血的方式 终止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使得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上周五 中国党刊《求是》发表了八千多字的文章 赞扬邓小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还说当年现在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 锚定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部署 切而不舍真抓实干 以中国式的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伟业 独立作家野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过去十年 中国官方已经很少提及改革开放 未来是否回归改革开放 他认为可能性不大 野夫说 在这个期间 他这样做之后会不会有所回归 我现在还无法判断 好像可能性也不大 他好像还要包含着对国际社会开放 改革是内部 开放是对外 接下来会不会又是一次所谓的拨乱反正 究竟是形式主义还是什么 中国的老话说 打右灯向左转 这个都有可能 本周一 中共中央军委举办 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 赛扬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对党和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中国作家何三波对本台表示 当局高调纪念邓小平或是无奈之举 他说 现在经济情况非常糟糕 各行各业都备受打击 这可能会给他们的高层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的政策也会回调 这些其实都可能是无奈之举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因为在这十年来 他们也会提及邓小平可能会给民众一些虚假的希望 媒体人高宇表示 邓小平犯的错误 是他继承了毛泽东的极权和终身制 他规定的党的最高职务任两届只是限于别人 因为他没有担任过党内的最高职务 但是他作为党的婆婆 他的权力是不受限制 是终身的 正因为他身后终身制可以恢复 个人迷信可以重现 邓小平作为普通党员难寻 杨上坤代表军队可以为他保驾护航 今天邓小平也可以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保驾护航 中国海关总署本周公布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 中国企业进口了价值近26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 这一数字超过了2021年的最高值 而此时美国、日本和荷兰官员 正在努力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限制 过去一年中国从东京威力科创 荷兰阿斯麦和美国应用材料等公司的采购量激增 在此期间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加强了对中企获取最尖端技术的控制 中国的公司购买了更多低端设备 这种消费热潮帮助推动荷兰对华出口创下新高 7月份的出口额超过20亿美元 这只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次 荷兰阿斯麦第二季度对华销售飙升21% 达到其总收入的近一半 销售额由不受限制的旧系统组成 中企正在努力生产更加成熟的半导体 阿斯麦是制造尖端芯片所需要的最先进光刻设备的唯一供货商 红博社报导称 中芯国际去年依靠阿斯麦的旧一代光刻机实现了技术脱破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今年6月估计 中国芯片制造商的产量在今年增长15%之后 预计将在2025年增长14% 达到每月1010万片元金 占全球行业产量的近三分之一 美国拜登政府一直在收紧限制 中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进步的规定 这些措施包括一轮要一轮的出口管制 限制先进芯片和能够制造出这些元件的设备的销售 闻下表示热门中国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的联合发行商 本星期向外国主播发送了指导方针 敦促他们不要讨论政治敏感话题 如COVID-19或者女权主义 黑神话于星期二8月21日在全球发行 游戏平台Steam上的玩家数量显示其迅速成为 历史最成功的中国游戏之一 他将16世纪中国经典小说《西游记》与尖端游戏画面相结合 玩家将扮演猴王 在神话世界中与妖魔鬼怪战斗 但是法新社看到一封电子邮件显示 在游戏一发布前 游戏主播报告说 在收到游戏密实时 他们还同时收到了联合发行商英雄游戏的一份文件 警告他们 避免讨论包括女权主义宣传或者政治在内的话题 游戏玩家还被警告说 不要提起COVID-19隔离等词 可能会指的是中国在COVID的疫情期间的政策 这些隔离政策会使数百万人陷入被任意封闭的状态 并引发民众的骚乱 他们还被告知 不要对中国游戏行业政策观点新闻等发表评论 法国电子游戏主播伯努瓦星期三 向法新社证实他已经收到了这份指导方针 并且分享他与该公司代表的电子邮件的交流 在YouTube的视频当中 雷尼尔还表示他不会在自己的频道上直播这款游戏 以回应他称之为审查的指导方针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耻的事情 他在视频中说到 他说这显然是一份说明我们必须自我审查 我们不能谈及任何政治或者是被视为负面的话题的文件 无论是英雄游戏还是游戏开发商 游戏科技都没有回应法新社发出的置评请求 但是中国玩家纷纷为了这款游戏辩护 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首款的3A游戏的任何批评 其中一些批评的重点是这款游戏缺乏多样性 都是外国偏见 星期三 微博上的一篇帖子为这款游戏辩护 这篇帖子说 女权主义者一直都企图通过抹黑和压制中国传统文化 来实现反华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失败 其他中国社媒用户也批评了外国媒体给出的低分评论 该用户补充到 看到中国发布的一款非常成功的游戏 他们开始没完没了的传播 还有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 尽管出现争议 但是该游戏仍然是Steam上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 自星期二发布以来 同时在线的玩家人数达到220多万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 比如您要去哪儿 和水一起出去 播放列表上有什么 如果您喝了酒 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 无论是搭朋友的车 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 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 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 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COVID-19还在流行 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睡眠充足等 还有 只要感觉生病 就应该立即做检测 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 及社区机构 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警自检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 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 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您在收听的是西亚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丁燃 今天是2024年8月22号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亚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 美国新闻 8月22日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四天 也是最后一天 美国副总统卡瓦拉·哈里斯 在大会的最后一页登台 正式接受民主党的提名 竞选总统 哈里斯接受提名的演讲 将是他阐述总统愿景的机会 哈里斯以副总统的身份为人熟知 但是就在他向全国发表讲话的一个月前 总统乔·拜登宣布他不会寻求连任 哈里斯随即开始了他自己的竞选活动 在哈里斯登台发言之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竞选官员表示 哈里斯将利用自己的演讲 讲述自己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 要因为职场打拼的母亲 扶养成长的故事 并将其与中产阶级家庭 每天经历的快乐和挑战 直接联系起来 副总统将重点突出他作为前检察官的背景 至于民主党强调检察官对作恶者主题的策略 保持一致 这件事的目的是将哈里斯作为执法者的背景 与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背景 形成对比 特朗普被判犯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 这些罪名于2016年大选前 向一名声称与他发生性关系的色情明星 支付封口费有关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周四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 提到了最高法院7月份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裁决 同时警告 给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连任的后果 想想他将拥有权力 尤其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刚刚裁定 将他将免于刑事起诉之后 哈里斯说 想象一下没有护兰的唐纳德·特朗普 事实上是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前总统在其确凿和排他性的宪法权力的范围内 行为享有绝对的刑事起诉或免权 而且他有权至少享有其所有官方行为的推定起诉豁免权 但也裁定 非官方行为没有豁免权 哈里斯将这项裁定定性为扩大总统权力是公平的 但是 这项裁决并没有终止对特朗普进行的刑事起诉 更不用说是禁止未来对他的任何刑事起诉 针对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联邦起诉 又回到了地区法院的法官手中 他必须决定哪些涉嫌特朗普的行为是官方的 哪些是非官方的 佐治安州也正在对特朗普进行州级选举的颠覆起诉 尽管由于相关是否取消负责此案的地区检察官资格的争论 该起诉被搁置 5月 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 特朗普在纽约州的一起州级起诉案中 被判有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 诸 审判官目前正在考虑如何将这项裁决应用于该案 特朗普正在等待宣判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指控居住在纽约的男子 唐元俊在美国非法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今天是中国民主派活动人士和一役人士 唐元俊现年67岁 参与过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党的领导工作 曾经是北京之春专栏作家 他原为中国吉林长春的一名工人 因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组织游行而被判20年 后于1997年获释 2002年他乘船偷渡台湾 辗转来到美国获得政治庇护 美国司法部指控唐元俊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 按照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指示 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司法部表示 唐元俊向国安情报人员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 可能违反其利益的个人和团体的信息 其中包括在美国的著名的中国一亿人士 美国司法部特别提到 通过一个特别的电邮账号 加密聊天 短信 以及音频和视频通话 唐元俊定期从一名国安部情报人员 接受指示 并向其汇报工作 他至少三次旅行 与国安部情报人员面对面会晤 他还帮助国安部渗透到众多一亿人士 使用的加密信息应用程序上的群聊中 司法部说 执法人员发现唐元俊从国安部收到的指示 以及他专门为传送给国安部 而收集或者制作的图片、视频和文件 并且通过他的多部电子设备和账号 将这些资料传给国安部 他还被指控向联邦调查局 做出实质性的虚假陈述 仿称他不再能够访问 其与国安部上司联络人沟通的电子邮件账户 司法部说 他被控的一项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而未通知的司法部长的罪名 一项充当外国代理人 而未通过司法部长的罪名 以及做出虚假陈述的罪名 第一项指控的最高刑罚为五年监禁 第二项为十年监禁 第三项为五年监禁 如果并定罪量刑将会由联邦法官决定 这名大使馆并没 中国大使馆并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制评请求 路透社也无法联系到唐元卷 好 下面播放西雅图本地新闻 2024年8月22日 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和西雅图公立学校总校长布伦特琼斯宣布 西雅图市和市政府和西雅图公立学校将在2024到2025年进行新的投资 以调整加强和扩大对学生安全和心理健康的支持 该战略包括一项1455万美元的新投资 其中西雅图市政府投资1225万美元 西雅图公立学校投资230万美元 用于扩大为学生和家庭提供的资源 这包括增加获得心理健康支持的机会 加强学校安全 增加学校工作人员 以及通过社区提供者扩大暴力预防和干预服务 这些新投资建立在西雅图每年3690万美元的投资基础市上 用于暴力干预解决暴力根源的社区服务 以及青少年充实计划 比如导师、学术支持、体育、领导力发展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哈利尔市长说 学生和年轻人需要安全感来学习和成长 这一系列的全面计划、投资和行动 将为我们的青少年和社区安全提供支持 为了推进我们关于青少年安全的行政命令的工作 我们对最佳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 听取了社区和学生的意见 只有通过政府、学校和社区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 一个西雅图计划才能够取得成效 通过加强心理健康的护理 改善上学和放学的安全通道 以及加强基于社区的支持 我们既可以在根据本市青少年的有限事项采取行动 也是在采取积极的措施 支持他们的安全和福祉 西雅图Plus Investment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文科贝特为了在派克市场附近建造一座46层的住宅楼 等了8年多才拿到总体使用许可证 但是由于西雅图的犯罪问题 他无限期的暂停了这项建设 科贝特告诉媒体说 不幸的是 由于附近的公共安全问题持续存在 我不认为我们能在短期内实现垂直建造 在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上的露天毒品市场日夜可见 我知道西雅图市政府需要更多的资源 但是我认为 在对这些非法活动进行更有利的打击之前 市中心是不会有太多新的商业开发项目出现的 2021年一名男子因试图在金线法医院的一间厕所内 强奸一名妇女而被定罪 周二下午她被法官判处8年经济 2021年7月29日上午 一名在公共辩护部工作的女性被强奸位随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逮捕了克林特 根据法庭的记录 两名法庭的法警听到受害者的尖叫声 发现乔里和鼻子都留下的受害者裸体躺在浴室的隔间内 受害者中二在法庭说 我一直在想 这一天他影响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一直在想 如果浴室隔间里的一个人没有我那么强壮 没有能力和你对抗 或者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 用自己的声音大声呼救 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 西雅图警方逮捕了一名65岁的男子 他涉嫌于7月10日 Beltown公寓火灾有关 该火灾造成了两人死亡 事件始于7月10日凌晨 万云街100号街区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 发现一名61岁的男子当场死亡 一名50岁的女子 情况危急 该女子被送往哈勃威医疗中心 但后来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将这名65岁的男子确定为嫌疑人 并于8月12日下午2点50分左右逮捕了他 在对他进行询问之后 嫌疑人因过世杀人罪被关进金县的监狱 西亚都市长布鲁斯·哈勒尔宣布市中心激活计划 至今已经有一年 周三该市举办了一次圆州会议 介绍进展情况 市领导表示该计划进展顺利 在第一年 4月6项市中心激活计划举措中 有43项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中 市长在该计划中设定了7个核心目标 要将市中心改造成人们愿意居住的活力社区 以及创造独特的零售体验 现在已经有超过10万6千名居民住在市中心 去年有超过1900万人访问了市中心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亚都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或CHIP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 中国梦超豪华21天 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 11月15号出发 江山如此多交超豪华16天 五星级游轮阳排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 11月25号出发 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 包机票五星酒店 每人仅3999元起 世纪游轮626-666-6999 位于Redmond和Belleville的小百零幼儿园 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 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 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 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 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下面下面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8月22日 卓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一场比赛 上海生花主场对阵北京国安 上半场比赛 特歇拉禁区外围远射打破僵局下半场 法比奥禁区倒地因手球在先 未判点球 曾进一冷静低射圆角得手 赵玉宁包抄抢射铺门扳回一城 最终上海生花2比1战胜北京国安 北京时间8月22日19点35分 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 上海海港主场对阵天津金门湖 上半场比赛 吴磊门前推设打破僵局 李帅助攻吴磊推设完成没开二度 下半场比赛 李帅船中赛助攻吴磊上演帽子戏法 最终上海海港3比0完胜天津金门湖 晋级四强 台阶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下跌177.71点或0.43% 暴收于40712.7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99.63点或1.67% 暴收于17619.35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50.21点或0.89% 暴收于5570.64点 TOMAX黄金期货上涨2.60美元 暴收于美奥斯2516.70美元 WTI原油期货暴收于每桶73.01美元 布伦特原油暴收于每桶77.18美元 比特币暴收于60561.30美元 截止到收稿 上证指数下跌7.81点 报2848.77点 香港生指数上涨249.99点 报收于17641.00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59.21点 报38211.01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714.53元人民币 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本周五23日将举行 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与会上发表讲话前期 美国摔退阴霾似乎已经散退 软着陆交易再度升温 美股已经基本抹去了8月初抛售的跌幅 恐慌指数维持低位 不乏机构开始对股市前景保持乐观 同时8月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低 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在阶段新高 由于市场对美联储开启降息预期的日益增强 剩下的问题只有9月降25BP的基点还是50BP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金兰和小元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雪涛 俊宏 乐阳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o.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Seato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YouTube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App Chinese RadioSeato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